如果你跟我一样,每天久坐八个小时以上,微信部署不足一千 那你不必担心自己的腰和腿,因为更大的受害者是大脑 反过来,如果你每天都有一定的运动量 最大的受益者也不是肌肉和身材,同样也是你的大脑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 今天咱们从脑科学角度,聊聊每天活动一下 大脑会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 相信我,坚持看完你会有想要走两步的冲动 你有没有感觉自己的记忆力一直在下降 这是因为25岁之后,大脑就会持续萎缩 目的是剔除掉一些用不到的脑细胞 虽然大脑也会持续产生新细胞 但过了25岁这个温水岭 脑细胞的死亡速度就超过了新生速度 于是大脑的体积每年都会缩小0.5%到1% 我们学任何知识,大脑都会把信息临时存储在海马体 这个过程叫做短期记忆 不幸的是,海马体的体积也会随着大脑同步萎缩 这也是记忆力下降的直接原因 大脑健身房提到一个实验 受试者被分成两组 一组进行耐力训练 另外一组只是简单的伸展 不会引起心率变化 所以相当于没有训练 一年后,扫描他们的大脑发现 伸展组的海马体体积缩小了1.4% 这很正常 因为它确实每年都在萎缩 但耐力组的海马体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增大了2% 研究者也觉得奇怪 继续观察受试者的大脑 他们发现 运动能提高脑原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能度 而BDNF增加的越多 海马体体积就增长越大 BDNF相当于脑细胞的护卫队 当脑细胞接触到BDNF时 能避免被其他物质损害 耐力组的海马体没有萎缩 就是这个原因 另外 BDNF还能增强神经元之间的链接 这是形成长期记忆必不可少的一步 所以在BDNF跌buff一样的作用下 我们的记忆力不仅不会衰退 还得到了一些提升 即便你没有耐心坚持慢跑 或者骑自行车也没关系 因为只要运动 大脑就会立即释放BDNF 它的作用能持续24小时以上 在这期间 刚好有个短期记忆 转变为长期记忆的巩固过程 所以运动完再学习 效果立马就遥遥领先 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 边学边动能让记忆力更进一步 比如一边散步一边记单词 因为运动时流向大脑的血液增加 在血液中氧气和营养的补给下 大脑的各项认知功能都得到提升 记忆力自然也水涨船高 这是五个箭头 你需要判断中间箭头的指向方向 听上去很简单 但如果每个只出现两秒钟 你能保证全部正确吗 这是个选择性注意力测试 研究者用这个方法来验证运动 对注意力的提升效果 受试者被分成两组 先进行了一次测试 然后一组每周在跑步机上走三次 每次45分钟 另外一组则没有训练 六个月后再次测试 结果显示 步行组表现出了更好的选择性注意力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就得知道注意力不足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比如你正在工作 一会儿点开手机谈出的消息 一会儿又纠结中吃什么 这是因为工作没法给你带来足够的兴趣 所以大脑尝试寻找周围更能产生刺激的事物 现在人们的认知资源 被碎片化信息抢夺的七零八岁 注意力也就显得格外稀缺了 而医生给那些有注意缺陷的患者开的药物 其实是维持大脑奖赏回路中多巴胺的浓度 多巴胺咱们聊的最多的就是诚意 而这恰好是我们做某件事的欲望大小和专注程度 大脑的奖赏回路因人而异 有些人的多巴胺受体比较少 这也就决定了只有更强的刺激 才能启动他们的奖赏回路 多巴胺浓度不够 就导致了能让正常人产生兴趣和保持专注的事情 在他们看来索然无味 也就更容易被其他事情干扰 当然并不是说必须通过药物 才能提高多巴胺的浓度 当你跑步五分钟 大脑内的多巴胺浓度就开始上升 适当增加运动强度 提升比例还会更大 结束后多巴胺也不会迅速消失 它能维持好几个小时 所以起床后散步或者慢跑半个小时 你会在白天的工作和学习中 收获更好的专注力 另外 久坐会导致流向大脑的血液减少 少了氧气和营养的攻击 它就变得思维迟缓和注意力涣散 坐着时间越长 大脑的效率就越低 好在起身活动八分钟 就能加速血液流动 让大脑重回高效的状态 是想你正在打游戏 突然想起明天要考试 但自己一点都没复习 这个时候你开始紧张了 这种短暂的压力感 让你的肾上腺素飙升 你马上就有了抱抱佛脚的冲动 所以短暂的压力情绪是正常且有益的 问题是现在人们面临的压力 大多是长期的 拿不出手的成绩单 可忽略不计的收入 每月固定滑走的房贷 这些压力不会给我们喘息的机会 就好比你每天都发现第二天要考试 每天都带临时抱佛脚 那种感觉 太残暴了 当出现压力状况 大脑的应激系统开始行动 首先是向人和 他把威胁信号传递给一条 叫做HPA轴的结构 HPA轴的最后接受部门是山上线 收到上游指令后 他开始释放皮质唇 身体和大脑就变得高度警惕 心跳加速 呼吸急促 我们会在这短短的一秒钟内 决定跟他拼 还是赶紧溜 好在大脑中还有两个沙车 鹅叶和海马蹄 他们在分析后会告诉大脑不用过度紧张 让应激系统保持动态平衡 短暂的压力调节机制看上就完美 但长期如此就麻烦了 性人和会把持续性压力识别为威胁 HPA轴就一直在工作 高浓度的皮质唇增加了性人和的敏感度 所以你会陷入一旦焦虑就越焦虑的恶性循环中 而且皮质唇有个名字叫死亡激素 因为它的浓度长期过高 会杀死鹅叶和海马蹄的形成细胞 造成这两个区域的损伤 也就影响了我们的认知功能 记忆力衰退 注意力涣散 思考力下降 这跟短期的压力状态完全是相反的 不过 脑科学研究给了我们最简单有效的改善方法 只需要散步或者慢跑20分钟 就能给应激系统涂上润滑剂 焦虑感不仅会在运动后降低 而且能在之后的24小时保持焦底水平 如果长期坚持 运动还能强化额叶与杏仁核之间的联系 提高对杏仁核的控制 另外 运动时也会心跳加速 呼吸急促 这跟压力状态下几乎一样 相当于每次运动都是应激系统的一次演练 大脑学会之后 就会觉得 出现这种生理变化 并不一定都是坏消息 所以在下次真正遇到压力时 就不会再释放过度强烈的信号 我们的焦虑情绪也就慢慢改善了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写作时有个习惯 早上四点起床 一直工作到十点 午饭后跑个十公里 然后再去游泳 每天都保持这种规律 直到写完一本书 他觉得能在运动中 获得体力和创造力 那运动能否真正提升创造力呢 斯坦普大学的研究者 把176名收拾者分成两组 让他们做一些考验创造性思维的活动 区别在于 其中一组是在散步后进行的 而另外一组则是休息后进行 结果显示 散步组在发散性思维 和产生新想法的表现上更加出色 要搞清楚运动对创造力的影响 我们得先了解创造力的来源 大脑有个部位叫丘脑 它负责把大脑接收到的海量信息进行分流 相当于是一位助理 哪些信息比较重要 就传送到大脑批层这个老板呢 而无关紧要的信息就挡下来 放到潜意识忽略掉 这种机制是为了避免大脑批层 出现信息过载的情况 我们的创造力水平 就跟丘脑允许通过的信息量有关 大量的信息会激发我们 跳出固定的思维模式 产生丰富的联想和创意 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的机会 也会增加 而要让丘脑放弃更多的信息量 就需要一个通行证 没错 还是多巴胺 研究发现 丘脑内多巴胺的浓度增加 丘脑向大脑批层传送的信息 也会增加 这刚好是创造性思维的关键 但多巴胺的浓度 并不是越高越好 当大脑批层持续接受大量信息时 就会造成信息过载 而这种现象 一般出现在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中 他们的大脑同时接受到 太多强烈的刺激 就会产生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幻想 和一般人也跟不上节奏的思维 所以人们常说 天才与疯子只有一线之隔 像梵高尼采 这些极具创造力的大师 却都在不同时期离患精神疾病 所以我们还是适当增加 豆巴胺的浓度 适当提高丘脑的信息传送量即可 跑步30分钟 你就能感受到 运动对创造力的提升效果 而且能持续两个小时以上 大家应该有过这种经历 遇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出去活动一会再回来 突然就豁然开朗了 或许就是这个原因 另外前面咱们也提到 运动增加了流向大脑的血液 大脑的各项认知功能都能得到提升 当然也包括创造力 不过要注意 适当的有氧就行了 如果强度过高 更多的血液会流向肌肉 也就过不上大脑了 虽然现在的人们 大部分时间不是坐着就是躺着 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 人类的大脑是为运动而生的 几十万年前的智人 只有不停地走 不停地跑 才能找到猎物 躲避天敌 才能更好的生存繁衍 所以大脑的首要任务就是支持这项能力和行为 只是到了现代社会 生活方式的改变让我们忽略了其中的益处 不过 现在我们知道了 不妨先放下手机 活动活动 只要愿意坚持 健康的身体和灵活的大脑一定会给你答案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